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坐在铺团上一动不动口中念着某种经文 驱使着龙咸香的烟气不断胸烤着面前的金属镯子 少青他完成了一个周天的行动 睁眼看去口中吐出一口清气 望着那个金属镯子摇了摇头 我用了三个会员的法力 这无法炼化其中一丝魂力 那只能说明你还活着 请牛读师 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 但你没有肉身 没有魂魄 只是靠原神之声 如何抵挡住我万年相伙的亲事 早晚会被我炼化的 金刚灼中没有一丝反应 那道士轻轻叹了口气说 只是可惜 人间之事一想都是我师妹负责 当日不能与你一战 甚为可惜 人间却是没有能提得起 我兴趣的对手了 道士说完 闭上眼睛 正在打算行宫一个周天 突然一个黄医道人 跌跌撞撞地 从山门外狂奔而来 跪在了大殿门口 叩售道 祖师 外面出大事了 道士见没遗数 冷冷道 什么大事 值得你打扰我清修 回去自去领半个时辰的责罚 说吧 谢祖师 那道士不仅不分辨 还磕了一个头 这才说到 有一群人间来的道士和尚 通过轩辕之门闯入 一群人闯雷池去了 还有一人 声称要上来捉拿娘娘 被我围中 在山下斗法 但这次十分了得 我等不能取舍 特来请祖师的一死 道士从蒲团上 缓缓站起来 望着那个小道士 一脸的震惊 他既然身为宗师 心神一般不会为什么事所振动 但是这件事实在太出乎他的预料 千百年来 从来没人敢擅闯我轩辕山 就算是太阴山 无极鬼王 也不敢触触圣地 这群人间法师 怎么前来找死 突然想到神父说道 那些人什么来历 骑兵俗士 我等对人间法师 不舍不舍了解 其中那个阳眼 要闯山拿了娘娘那个 狠辣无比 如魔神降临一般 手持大神鞭杀了我好些弟子 恐不是人间正秀发誓 什么 道士听了兵报 争在了当场 清长风 金刚卓内 突然传来了一个浑厚 但是清晰的声音 清长风一等 回过神来 目光落在了金刚卓上 笑道 你总算是开口了 清妞祖师 你可好啊 清长风 你自诩法力冠绝三界 妙视人间 今日却一个人间法师 实力不在你之下 你会一会变之了 清长风说 他是谁 清牛祖师缠没了 清长风将手中的 金刚卓抓在手里 愣笑道 你不过是神念残存 自身难报 却还口出狂言 待我恋化了你的魂力 吸了你的修为 便真正是冠绝三界 事无匹敌 金刚卓内 清牛祖师淡淡地 吐出了四个字 愚不可及 清长风也不跟他 做口舍之争 将金刚卓揣进了 道袍里 对外面的小道士说道 开路 带我去会一会他们 那道士立刻在前面带路 刚出道观 就看到一个人影 从对面走来 愣了一下 再度跪了下去 行李 见过娘娘 神色十分恭敬和紧张 那人影看也没看他 竟只从他身边走过 进入了北斗关 清长风抬头一看 是星月奴 说道 你不是在人间吗 怎么来了 星月奴说 有人闯山 你不知道 清长风笑了笑 于其中略带避夷地说道 你那个法术工会 快一百年了 也没能占领人间 而今却让人打上门来寻你 果真了得 星月奴表情有点不爽 说道 我知道你一直想接手过去 但也大可不必说这种风凉话 许许人间 我没兴趣 星月奴说 今天休要扯这些 他们创山 我昨日便知 已经要做了人的安排 你不必出头 交给我便是 清长风望着他 听了一会儿说 我怕你被人擒了去 清长风 星月奴突然动怒了 我在人间经营多年 而今布局完成 只带一局攻城 你不要在这里扯肘 当年我逼死了 青牛祖师 将金刚卓交给你 便是还任你做师兄 你若如此诋毁 我便不再踏入 你这北斗关一步 清长风见他动身格的了 面色略微缓和说道 听说山下那个人间法师 很是了得 你可认识 他是毛山企图 斩却两师 在鬼域纵横 日前杀了我在人间 培养的数名弟子 血还深仇 正要寻他 你这边去 我却是要去会会 另一个故人 两人一起出了门 飞升下山 刚到山下 就看见了惊魄飞舞 上下横飞 中间有一个轻衣男子 手势打身边 正在狂杀自己门下图阵 这些小道士在轩辕山 虽然地位低下 但也至少都是天师排位 围攻之下 就这样被这个男子 砍瓜切菜一般战杀 看得清长风 震惊不已 他是何人 果真是人间法师 是人间法师 他叫道风 我查证许久 却查不出他的出身来 清长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星月奴说的是他的前世 或者说是本尊 星月奴其实跟他一样 也不相信道风是一个人间法师 能够强大到这个地步 甚至有机缘斩却两师 虽然他名义上是死了 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 而是斩却了自己的肉身 因此怀疑 他前身火鹤本尊 一定是阴司 或者清明界某个厉害的人物 为了应结一类的原因 偷生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说的